兩點 第一點在這裡 第二點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什麼呢 多餘的線段先把它修剪掉 修剪 比如說這個地方修剪 這個這邊修剪 按個空白鍵修剪 那這邊的話從上面修剪下來 這個也是修剪 修剪 那一般最好是可以往前推 否則有些地方會 Loss 掉 有些細節 那這裡面的部分也不用 我們這樣就留下我們要的弧 那個弧部分 那這裡的話一樣 只要上面的弧 那再來的話 底下這條線就多出來 所以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上面的部分就出來了 接下來底下的部分就是一個弧 對不對 那其實你只要做一個弧就好了 另外其他的弧就可以用偏移的方式 可以把它偏移出來 那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弧 這個弧要怎麼畫呢 這邊有個弧 那特別注意呢 我只知道這個弧的什麼呢 這個弧我知道 起點在這裡 因為要逆子針嘛 所以起點一定在這裡 那終點我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地方我不知道距離 所以我知道起點 還有呢 中心點 中心點在這裡 起點跟中心點 另外呢 我還知道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我知道它的角度 特別注意 這個弧的角度 一樣跟我們剛剛前面所講那個 這個絕對坐標很類似 如果我今天這是0度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要畫一個弧是90度 它就往這邊 180的話就是這樣子 270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要畫的方向 剛好不是正向的 不是往這個方向 而是往這個方向的話 我要給幾度呢 給-90度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幫我畫出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弧形 所以我知道這樣的訊息的話 我就可以 弧裡面呢 我知道幾個訊息嘛 起點知道 中心點知道 還有一個什麼呢 角度我知道 角度的話就可以負的嘛 如果你要往這一邊就是正的 往這一邊就是負的 所以這個角度的話呢 就負90度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選 選擇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選擇 起點 中心點 起點在這裡 中心點在這裡 角度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夾角90度這樣子 180 270 那當然如果360就是變得有點遠了 那我們繞過來反方向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 反方向它沒有辦法繞 我直接按負值 -90 Enter 好 那特別注意哦 再一次哦 起點 中心點 起點 中心點 那你要稍微繞給它 也是跟前面一樣 -90 -90度 Enter 有沒有 它就-90度出來了 那其他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地方做偏移 偏移的話呢 就是偏移多少 96除以8 一樣的距離 那把這個地方偏移 偏移 偏移 這樣就可以 那最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整個選取起來 那特別注意哦 選取的話哦 要用 用什麼呢 實現的哦 實現選取 選起來 好 就可以避開選員 再來 環形陣列 然後選 物件已經選好了 中心點選這裡 兩個 按確定 這樣這個圖形就完成 好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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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